苏东坡跟黄亭坚这两个朋友 那大家可以看 这个苏东坡是后来 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写那个天下围攻 大致上就是这种的体 就比较胖胖的 那胖跟瘦的地方 就是瘦的地方就显得更突出 然后胖的地方占比较多的比例 那通常大家都可以来看这种不同的 那因为他宋朝其实都是 过得比较舒服的一个时代 然后舒服了之后大家就要 自己找自己麻烦 然后让自己觉得很可怜 然后就比较有一些书法的创作 像这个 这个的形态也是很漂亮 在那个至善女巫 那时候去有一个碑 然后去把它拖下来 就也是很漂亮 明朝的时候 他这一些字 小凯就是 就是要写得很准 但是你练习球了之后 他不一定速度会很慢 就是你写习惯了之后 你看他非常的精确 但是他就不一定都是慢慢写的 所以我们在写熟了之后 也是可以加快一下速度 看看会怎样 那加快速度 你出错机会要比较大 然后再变慢 然后再变快 等到你练熟了之后再变快 都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是讲分解动作 你每个动作都把它分开 但是你最后就是练熟了之后 让每个动作都可以连在一起 那写大字的时候就是 我们讲握笔的时候 要比较靠近这个笔毛的部分 还是比较远离 他这个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们随先词 他的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反复的练习 我们常就说大家进几星辰 就可能先写净 然后再写集 再写清再写尘 但是我们平常要列写的时候 一个是要分开 就是分写动作一个一个慢慢写 第二个就是说 你写完一个字之后 你绝对会发现 这个字不是写得很perfect 这时候最好是再多写几次